大气和电离层摇杆 地球的大气层和电离层是我们人类的天花板 它们围绕着整个星球从而使生命成为可能 我们已经花费很多时间去探索它们之外的世界 仿佛它们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人类的活动 影响着大气层和电离层中的物理和化学过程 同时也受它们的影响 然而将传感器布设在大气的整个宽度和深度上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需要摇杆测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已经开发了光学和雷达摇杆技术 来研究地球的电离层和大气层 包括从地面到天空和从航天器对地面两个方向来进行 这项测量是研究臭氧层侵蚀现象 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辐射的一个关键要素 摇杆研究延伸到地球大气层和电离层的各个层面 这些大气层覆盖着从地球表面向上延伸 只约70公里的高度范围 通过摇杆器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测量技术来研究大气层和电离层 大气气体 光谱仪可以分解光谱中的紫外线和可见光 这使得测量臭氧的总含量成为可能 二氧化碳、甲烷和水气 也可以通过合适的传感器来测量 云和雨 有了摇杆器 我们可以提高观测水平 透过云层进行观测 测量水气含量 或降雨率 从大雨到中雨 再到小雨以及冰 获取天气预报的关键数据 气溶胶 为了研究大气中的云层 气溶胶和悬浮颗粒对气候的影响 我们通过激光雷达 绘制它们垂直分布图 这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地球大气的动态变化和能量 从而支持短期天气和长期气候的预报 温度和水蒸气 在太阳升起之前或落下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光 同样无线电波在穿过大气层时也会发生弯曲 这样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发射的无线电信号 提供了持续的机会信号 如GPS、Glamus、伽利略或北斗 这些信号可以用于推测大气温度和水气分布信息 D大气层 使用声波雷达 声波雷达是一个特殊的传感器 它发射的是声波而不是电磁波 我们可以测量大气层下层的热力学结构 和地面以上各种高度的方速 作为天气预报员新手 你将不得不经常看云图 学习如何将它们分类并推断它们的含义 根据它们的动态 分为三种基本的云类型 卷状云与波状云同意 Stratus这个词源于拉丁语 意思是层状云 机状云意思是堆状云 还可以根据云底部距离地面表面的高度进行分类 从而产生不同的组合和名称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开始你的预报员生涯了 祝你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